今年可以说是天后演唱年 即将会丰埋演唱会造成旋风之后 担任嘉宾的另一个天后张青芳 也即将在年底开演唱会 出道至今已经满30年 自从5年前 你喜欢我的歌吗演唱会后 张青芳近年来以家庭为重 很少公开露脸 这次开唱的就是 我自己的家庭是老家这样的 然后我们会特别的 他提起来不要问到他 不要提到他就来 靓丽的天后张青芳 要举办演唱会气势非凡 主视觉海豹身穿 最满玫瑰花的礼服 高龄95岁的公公 更亲自提笔写下 芳华盛宴四个字 别具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 演唱会尚未展开 张青芳已经决定将千万收入 捐给儿童福利机构和歌迷 一起来做公益 也正式的让大家知道 我们这次的演唱会呢 谢谢大家的捧场 一起来参加盛宴 同时跟着芳姐一起行善做爱心 为了鼓励欢迎张青芳 付出开演唱会 演艺圈大姐大张小燕 特别赠送一个价值百万的 天后专属麦克风 希望他能继续唱好歌给大家听 也提醒他不准隐藏式的疯麦 要让歌迷常常听到 美好清亮的歌声 演唱会呀 所有人的衣服选真不要做我们导演